Hello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突发奇想吐个槽 之前停了是因为玩平衡车摔失忆了 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摔失忆了 不过现在我们又准备回来重拾这档节目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部国产乡村爱情 飙车大戏 风速时光 这个一开场就是大型家庭聚会现场 摸测这个白衬衫是男主角 开车不喝酒,喝酒找代价 嗯,这个电影开头至少三观还是正确的 经过了几台,不知道是一神还是EVO的乱入 让主角回忆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然后画面进入了漫长的拖时长阶段 和急速世界之战车那个18秒的镜头相比 这个主角从下车到看到翻车 到男主若有所思,整个画面持续了两分钟 看到受伤的人还不立马打120 就在那想啊,想啊,想 你说忘记救援电话是啥了吗? 真的不知道剧组想怎么样刻画这个人物的心情 间那么长,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位男主 他真实姓名叫李斌,在很早以前就是玩林帅的 当然他还做过和车凭借名人城镇一样的事情 但是鉴于种种原因,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可以说这部电影是李斌的本色出演 也是改编自他自己的故事 哎,你看,果然下一个画面就来到了 林帅改6.5代EVO的画面 这个车一发动啊,皮带打滑的声音 剧组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一下啊 就这么用上来了 看样子啊,男主很喜欢穿白色的服装 那么我们就叫他白衣哥吧 哎,然后更神奇的来了 明明前面说是2004年 但是益神已经在这里上市了啊 没事,观众都是傻 看不出来的 接下来又是国产赛车电影的老套路 哎哟,这车停得骑刷刷哟 哎哟,下车那个气势凶哟 黑帮火拼啊 晕碗古惑仔的套路啊 因为你成好难啊 这个钱随手一人的气势哟 天哪,浓浓的土味 想学sky对战邓风啊 就不能好好拍个飙车吗 好吧,飙车就飙车吧 白衣哥刚刚起步就急杀 怎么着 这个二环才100米长就结束了 然后白衣哥不知所谓的喘着气 看样子这个起步消耗了他挺多体力的 原来是有一个妹子从出租车上下了车 接下来神奇的操作来了啊 白衣哥突然一阵猛烈的倒车 然后和出租妹对望了许久 你看你慢了 出租妹缓慢地走向白衣哥的车 上车 投币 对话 完全看不出这是一场下了很大赌注的比赛 虽然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但是那台斯巴鲁异爆WRX污轮应该是坏了 所以很轻松就被白衣哥的300帅给追上了 在弯暗的配音和一阵不知所谓的画面前换后啊 这个看着很慢 又无聊透顶的比赛终于莫名其妙的结束了 出租女啊 一句话不说 全程只会看车外 然后画面来到了KTV庆祝画面 出租女仍然除了微笑 一句话也不说 哎 这个演员还真的挺好当的 终于歌唱完 白衣哥送出租女回家 到了出租女的家里以后呢 白衣哥主动邀请她回家啪啪啪 哎 但是被拒绝了 看样子小情侣之间那个啥生活不太和谐啊 但是出租女的三观还是很正的啊 他告诉白衣哥 真正的赛车是在赛道上 而不是公路上 然后画面一切 本来开着零帅的白衣哥 居然开始比赛摩托车了 哎呦 这个电影啊 来到了21分40秒 我才终于知道 白衣哥的全名叫李赛宁 好像还是个车队的王牌车手 赛宁啊 然后故事来到了东莞在线 哎 这些人身上就差一个号码牌了 我再来为大家配音 你们好 老板好 我是一号 十二号 三十号 六十八号 三百二十八号 你看这批新来的 这可都是各个分店精选上来的 是不是可以 然后耍流氓 打群架 捆绑戏 这些老套路啊 依旧是国产赛车电影必不可少的环节 哎 你看一群人开着穿越回2004年的三菱一神 来到了一位网吧 实施绑架 巧了 这个网吧 声音真的是一泡屋啊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绑个架 居然谁都看不见 然后一群人带着辫子哥来到了荒郊园里 让他当了三天的耶稣 阿们 接下来的剧情啊 可以看得出编剧是想多现剧情发展 弄个车队内部矛盾啊什么的 比如这个三百二十八号永远 的一逼的车手 你看被泼水了吧 然后这个摩托车队还欠着六十万的场地费 哎呀妈呀 经过一个简单的转场 土豪就赞助了风速车队一百万 采访环节也好巧不巧 偏偏就找出租女采访 哎 白衣哥看到不得粗一大发吗 在挂掉土豪的电话以后 果不其然白衣哥对着出租女一顿吼 干嘛呀停车 我就问家里到底是谁 哎 我出租女是你说吼就吼的吗 分手吧 然后转头就坐上了 已经停在那里好久好久的出租车 去哪 必然是和土豪去KTV啊 按照这种烂片的正常套路 我看是要发生点什么 果然 白衣哥开着灵帅杀到 哎 原来新款的路虎也传染到2004年了啊 哦 原来这帝是个穿越 灭局啊 白衣哥来到包房 之前的辫子哥原来是土豪的小弟 之前你让他当了三天的耶稣 今天我让老板和你女朋友 嗯 果然 土豪带着出租女来到了房间 看这个情况使要霸王硬上宫了 诶 怎么没有后续了呀 哎呀 这个画面怎么又变成古惑仔了 而然后这个大哥的要求真的是简单哦 你答应当替身车手 我就放了你们 诶 我也真的是奇了怪了 2004年了 要找个替身车手 那么难吗 好歹你是个拍电影的 照个替身车手 居然用这种手段 请问你拍的是什么电影 风速时光吗 诶 我说什么来着 低灯柔光布魔术腿 诶 场地板也来了 诶 设备虽然说简陋了一点 还会有人骑自行车出来 然后打一打方向 车就翻了 哎呀 这个编剧脑子真的是 你在吧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编剧的思路啊 上一秒出租女还在喝白酒 下一秒就去做采访了 而且都那么严重的事故了 也没人报警 没人打120 没人帮忙 他就在那里硬生生的采访 然后这故事啊 一转眼又两个月过去了 白衣哥又偶遇了拍照女 我相信大家会和我一样 以为白衣哥邂逅了第二春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拍照女 是他们车队教练的女儿 他们之间啥都没有发生 请问剧组 这浪费我15分钟干啥吗 然后这个教练 估计智商也是堪忧 一般车队的赞助 拿到前三会有不一样的奖励 但这个风速车队 却是拿不到前三就要倒赔钱 请问那还叫赞助吗 还是我对赞助 这两个字有所误解 好了 这些低智商内容 就让我们这么一笔带过吧 那个亚洲锦标赛终于要开始了 这个白衣哥旁边的模特 和他眉目传情了很久 但是白衣哥却一直不知道 在看什么地方 然后让人更觉得奇怪的是 比赛都开始了 白衣哥居然在憋大招 非要比别人晚很久才发扯 然后在直线硬生生的 用一万多转超过一大堆车 前面几位大哥都回头 看着白衣哥等着他超过来 我的天哪 原来亚洲锦标赛是这样必懂 这和我之前看的摩托吉P 好像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电影又来了个一转眼 一转眼又回到了2016年 可以看到最终白衣哥的老婆 不是出租女 也不是拍照女 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想表达个啥 也没说白衣哥现在做的是啥 只是在结尾告诉我们 当年她拿了冠军 然后这个电影就这么结束了 言保电操 说实话 这个电影我是花了三天时间才看完了 要不是因为大家喜欢这档节目 我早就 那这期突发奇想吐槽 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